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号上午视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驻香港部队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上午11时30分许 习近平来到驻香港部队中环营区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亲切接见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 习近平同大家合影留念 习近平指出香港回归祖国25年来 驻香港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 认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 出色完成以旅行防务为中心的各项任务 特别是面对近年来香港局势深刻复杂变化 驻香港部队有力服务中央治港工作大局 在实现香港游乱倒置的转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向驻香港部队的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 香港正处在游质极星的关键时期 驻香港部队任务繁重责任重大 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把握新的形式和任务要求 加强部队全面建设 提高旅行使命能力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为推进一国两制实践 在香港行稳致远 做出更大贡献 许奇亮等参加活动